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其实今天呢 我不太想讲个人的经历 个人的奋斗史 我想借这个机会讲一个 在我看来比较有意义的 有点公共性的一个话题 就是聊聊这个社会 对于才女的荒诞想象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写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呢 是关于我自己相亲的经历 其实是一篇非常无聊的小文章 我大概一个小时就写完了 但是意料之外的是 那篇文章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而这些讨论是我没有预期到的 第一个讨论 比如说在那篇文章中 我写到我去那个相亲 然后结果被相亲对象嫌弃丑 他不仅嫌弃丑 还把这个觉得蒋方舟太丑了 这条微博发了出来 然后呢 所以 但是我写这个的意思是在于我并不喜欢被人公开的议论长相 就是你背地里跟朋友说 昨天想了一个太丑了 我觉得是可以 但公开它发到微博上觉得有点不礼貌 但是我把这个经历写出来之后 我发现竟然有一些网上的大V发起了网络投票 他们问网友 你们觉得蒋方舟真的丑吗 觉得丑请按一不丑按二 那第二个我意料之外的讨论 就是我一下子被当成了一个大龄仇嫁女青年的样本 那很多女生啊 尤其是他们大失所望 觉得蒋方舟你竟然这么作践自己去相亲 你太不女权了 你太不配当新时代的女青年了 那第三个讨论呢 其实是我发现我逃避了很多年 我不想像一个典型的女作家一样 去讨论的两性问题一下子找到了我 比如说杂志想让我再重新再相亲起来 然后写一些情感问题的文章 那我发每一条微博底下都有网友在问 说这个蒋老师你今天相亲了吗 那媒体找我约稿的时候也会说 感谢蒋老师在相亲之余赐稿 其实我开始真的觉得这些都是玩笑 但是到后来我确实有一种非常真实的恐惧 我害怕自己就此被历史定了姓 然后在我死之后 我的木制名上写着 蒋方舟生不祥族不祥相亲派女作家 那这时候我意识到 其实作为一个女性的写作者 把自己的经验写出来 是一件非常有风险的事情 因为你会发现在很多的情况下 你的文本会被淹没 你的才华会被淹没 你对艺术专业的追求会被淹没 你独特的品质会被淹没 最后能够代替你 能够定义你的只有这段经历而已 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 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位自杀的台湾女作家 叫做林亦涵 她把自己少女时期被性侵的经历写成了小说 王思琦的初恋乐园 写完之后她选择了自杀 那一夜之间 她的名字占据了台湾和大陆所有的社交媒体 性侵 抑郁症 才女 美女 一切林亦涵生前最讨厌的标签 忽然以一种排山倒海的方式加诸于她 那的确她身上确实是聚集了 所有抓人眼球的元素 所以其实大部分人并没有耐心去看她的小说 只是看了她的采访 看了她的视频 甚至只看了这些标签 就去轻率地想象 去粗暴地怜悯 去轻浮地评价 但如果你看了她的书 你会发现 其实她并不是一个软弱的无知少女 她对自己 对世人的观察 是非常冷静和犀利的 林亦涵在书中写到 她说 原来人对他人的痛苦是毫无想象能力的 总是把自己无法理解的痛苦 看成是一个拥顿的语境 一出八点档的电视剧 那其实她早就看清了这些 所以她不愿意自己的经历 只是一个抑郁症的精神病例 或者是一个狗血的社会新闻 所以她竭尽自己的比例 用身为一个小说家的自觉写了出来 她要用自己的声音去讲出这个故事 所以她并不是一个软弱的受害者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书写者 她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新闻的女主角 她是一个女作家 那林亦涵的经历 其实让我再一次感慨 作为女性书写者的命运 就是观众选择忽视你的书写 而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标签去定义你 我曾经问过所有我见过的 被贴上才女标签的女性朋友 我说你们讨厌这个称呼吗 那有些人很享受 有些人觉得无所谓 那大部分被我问到的人 他们会反问我 说你呢 我说我越来越讨厌被这样叫了 我愿意被叫做是一个女作家 因为女作家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职业定位 但是所有的女学者 女教授 女导演 女摄影师 都被非常暧昧地称之为才女 她们的专业技能被模糊掉了 好像才只是女的一种修饰 一种超值大风送 那才女既不是一个职业定位 也不是发自内心的赞美 而更像是某种供需关系的产物 男性社会需要才女的点缀 所以她们把才女制造出来 中国古代的才子 自古就有红袖天香 阅读书的这种厌服的想象 那陪她们读书作伴的 当然不能是什么也不懂的 柴房丫头 最好是有一些文化的美女 能够和她们一唱一和 我一直以为这种腐朽的想象 早就消失了 直到前段时间 我看到媒体 称赞一个16岁的诗词女神 媒体一银说 她满足了我们对古代才女所有的想象 我这个时候才发现 原来时代的进步其实很少 就像前段时间 有一篇文章 她把饭局上的姑娘当作是菜 那在男性社会看来 所谓的才女 只是一盘雕工顿好的菜而已 才女的才华 被限制在了一个很有限的空间 女性当然被鼓励 拥有一种刚刚好的才华 男性社会需要女性名谋善赖 圆容实大体 但是又不能具有攻击性 而当女性的才华真正的冲击和挑战到了男性权威的时候 她就不再享受才女的优待了 男人对才女的才的欣赏 有点像一个成年人 他们看到一个五岁的孩子可以 会做惩罚 成年人当然会喝彩鼓掌 但是如果这个五岁的孩子 竟然熟练地掌握了微积分和信心代数的话 那么成年人更多的反应是恐慌而不知所措 仿佛在看一个怪物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以李清赵为例 那个史上最著名的才女 现在的我们恐怕非常难想象 当时要进入一个由男性所主导的文学圈时 所遇到的麻烦和困难 在她生活的那个年代 所谓的词体文学 一直是男性模仿女性的口吻 他们在填词的时候会想象歌女是怎么唱的 那作为一个女性的词人 她该怎么自我表达呢 李清赵写了一篇词论来争取文坛的认可 她讲了一个故事 她讲一个非常出色的男歌林 故意穿得非常的落魄 非常的破败 去参加一个宴会 那所有人都对这个闯入者是非常不屑的 因为觉得她穿得破破烂烂 直到她展露歌喉 所有人才心悦诚服地为之罗拜 卑微的人终于获得了荣耀 那李清赵在这个故事中 显然是把自己比作那个不合时宜的闯入者 她希望自己是以才华被衡量 不是被性别衡量 当她的文章写出来之后 很快就遭到了精英文人的批评 男性的文人说她是一个不自量力的皮肤 一个狂妄的妇人 那接着 男性的评论家又在暗示 李清赵在丈夫死了之后 又结了一次婚 男性评论家说 李清赵或许有才 但她无德 而她的才华必须为她的师姐负责 那在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 在男性把握了所有的书写权的时候 那些仅有的女性作家所遭受的阻力和屈辱 是现在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她们时而压抑 时而妥协 时而自我审查 时而奋起抗争 为后来的女性写作者争取到了书写的权利 那如果我们当今的女作家 沉溺在男性对于才女的赞美里 或者是不断地自我暴露情感经历 来装饰自己的话 那我们就放弃了在写作上面的自我发展 我们浪费了这种被努力争取来的权利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写作是好的女性写作 什么样的写作是一种自我发展的女性写作 在我看来女性写作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女性的阶段 在维多利亚时期 即使是那些最好的女性写作者 无论是我们熟知的温顺的简奥斯丁 还是叛逆的乔治桑 她们都忍不住把自己带入到了 她们所写作的女主角的性格当中 通过和男主角发生恋爱 而发掘自己身为女性的力量 所以是一种模仿式的写作 那第二个写作阶段是女权的 这个是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女权运动结合 女性写作者她们非常被厌恶看作女性 她们讨厌自己像一个妈妈 她们在小说里一次又一次地扮演着男性 好像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只有一个故事可以讲述 就是男性世界多么可恶 讲完这个故事她们就筋疲力尽了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在小说《罗丽塔》中 作者纳伯科夫讲过的一个故事 他讲到这个植物园中有一个猴子 这个猴子有一天得到了一副画架和颜料 结果这个猴子画的第一幅画是什么 他把她笼子上的铁条画了出来 这就像当时女权主义写作者她们的一个隐喻 她们把自己的视野困在了身为女性的困局上 抗争是必要的 但是我也其实现在很反感舆论把所有的不公平都指责为直男癌 因为我觉得当你树立这种对抗关系的时候 你也牺牲了自己的疆域 自己的远见 而第三个女性写作的阶段 我向往的是人性的 我向往的女性写作者 她们走出了女性的性别 同时也走出了性别的压迫 她们既不顾盼生姿 也不为自己的女性气质抱歉 她们讲述的是身为人类的不公 而不是讲述作为女人的不公 她们找到了自己的语言 独特的语言 以最真 最善 最美 同时也是最严苛的文学标准来要求自己 来探索社会的秘密 而她们的语言具备公共的力量 我向往所有的女作家 在被人提到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是她们是某某书的作者 而不是她们的某段经历 或者她们和谁谈过恋爱 我向往的女性 她们选择成为作家 艺术家 科学家 以这些身份挖掘 塑造自己的潜能 实现人类各种伟大的可能性 她们每一次面临 她们可以躲在性别的洞穴里 就可以逃避的风暴的时候 她们没有选择逃避 她们挺身而出 对自己诅咒发誓 我要做得更出色 更完美 这一次我会真付诸行动 这一次我竭尽所能 我演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OK 非常勇敢的一次表达 女性的 人性的 女权的 我注意到有一个关键词叫女权 最近一次你被刷上微博 是因为和徐静雷客串了一档节目 结果被议论为是女性观念撕裂 那么你在微博上也经常和网友 有点对点的观点的交流 对 其实我自己认为 包括像这次演讲 我都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我对你讲 我觉得所有观众的反应 他们不耐烦地在看手机 或者他们的点头 其实都是一种回馈 都是一种交流 所以我自己也挺喜欢 就是比如说在微博底下 跟评论的网友 我有时候会跟他们说说话 五毛多吗 五毛就是他们基本上都采用 私信的这个形式 那个辱骂我全家 所以评论的方式不太多 OK 好 不提他们 今天你这个话题 我觉得第一次非常勇敢 非常坎诚的一次表露 你谈到了男性对女性的观念 无论性别 你觉得对女性 你最不容易接受 或接受不了的观念是什么 你说男性对于女性 对 你觉得对女性而言 你最无法接受的 最无法容忍的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 对于男性社会 对于女性的种种意淫 或者是种种贬低 我自己到 我真的觉得 我有可以理解的部分 但我情感上 其实最难接受的是 女性的自我贬低 他们觉得因为我是女人 所以我可以逃在一个 更舒服的角色当中 因为我是女人 所以我可以用自己的性别优势 换取各种的生活的红利 我其实自己最反感的是 女性对于自己性别优待 而导致的一系列贬低 所以我觉得 其实更多的话 今天更多的话 也是说给在座的姑娘们听的 OK 其实就是一句大声的疾呼 叫女儿当志强 谢谢 谢谢王周 感谢